王先生,麻煩您,就您所谓的民法方面,继承方面有些需要修法的部分,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们讲一下您的观察。 好,这个,我因为父亲过世,需要一些处理继承的问题,结果呢,发现上户籍目前的登记制度,所依据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啊,没有能够配合宪法这个男女平等的这个精神呢,适度的做更新。 那么,最近一段期间里面,这个,在税法上面,对于男女平等部分呢,做了相当调整,但是呢,反观这个户籍法部分呢,却没有。 那么,他这个,需要调整的部分呢,在哪里呢?就是有关这个序别的问题。 过去我们可能在文化传统上头啊,在继承上,对于长男啊,有双分的这个继承,所以特别重视这个序别。 而这个序别在过去的传统上头来讲,都是以男性为主。 也就是说,如果男性呢,有了一个第一次的婚姻,他有了子女,后来他的第二次的婚姻的时候呢,这个子女的排序啊,必须要与男性,如果说他之前有一个,已经有了一个,比如说儿子, 那么他,他在第二次婚姻里面所说的儿子的话,那么排序就变成赤子。 这样的观念,在过去来讲,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符合一个社会的这个,一般的做法。 但是呢,在宪法里面,目前对于男女平权的这种概念呢,从民法的观点来看的话, 啊,一个子女出生之后,她在性别上头啊,并不单,并不当然的,是要,是跟着父亲。 她必须要是根据,啊,这个父母协调出来的一个结论,可以根据父亲,也可以根据母亲。 而且呢,到了这个子女成年之后呢,她还可以重新选择,按照她自由的意志啊,是选要跟父亲的母亲。 那么未来的,我们社会里面的这种婚姻,啊,势必也会演变成,啊,一个,啊,这个,比如说,啊,当事人,啊,都有过前一次婚姻。 也就是说,这个父亲,或是,啊,或是这个母亲,啊,他们都有过前一次婚姻。 那么在前次的婚姻中,啊,也可能都有子女。 那么在第二次的婚姻里面,啊,所生出来的小孩, 那么他们跟他们的父母在前次婚姻中,啊,所生的小孩之间的关系的话, 他到底是哪一个是长男,哪一个是长女啊? 其实,从这个,这个宪法精神的看的话,是没有什么,当然啊,是根据啊, 父亲的这个排序来的,啊,但是呢,我们目前为止的话, 在这个,这个户籍制度里面,啊,还延续了过去的旧的制度。 那么将来在继承上头,也会衍生成,啊,不知道啊, 长男到哪里,啊,去了,啊,的这样的问题,啊, 会衍生说,啊,一些在实务上头,啊,非常困扰的事情。 我说,所以我认为,啊,必须要适度的,啊,这个,提出,啊, 啊,宪法解释,啊,重新要求,啊,这个,啊,这个,法律的,这个,主管机关,啊, 啊,根据最新的,这个,民法的规定,啊,对于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,啊, 适时的做一些研修,才不会,啊,衍生出,啊,一些社会的,啊,困扰吧,啊, 啊,以上是我个人,啊,对于, 那你,不好意思,那你认为,这个修改,是一个大工程,呢, 还是,少数几,少数几条改一改就可以了? 哦,他不,我认为,他只是一个观点问题,啊,不会是一个大的工程, 他只要把这个序别的问题,啊,取消之后,那么,剩下的问题,啊,就自然,啊,啊,迎刃而解, 因为,嘛,他是可以根据他的出生别,啊,这是那个出生的日期,啊,来决定, 那也不会说,像这个,类似王永清,啊,这个,这个,这个继承,在新闻中所显现的,啊,突然又冒出了一个,啊, 啊,所谓的,婚外的侄女, 那他在继承上头,也是一样相同的,这个,这个,啊,的权利,啊, 他在,但是他在户籍上,可能是没有登记的, 所以当初为了继承上的需要,所,所谓,啊,这个规范的一个, 所谓的这个,这个,这个序别,来,从现在看来讲, 不但不符合,啊,这个,民法的,这样的一个,啊,男女平等的趋,啊,趋势,啊, 那么,在实物上头来讲,也解决不了继承的问题, 嗯,那你刚刚有讲到说,长男,或者什么,有double的这个事情, 这个是不是,你刚刚也讲到,之前有讲到说,这个也是一个问题, 对啊,就是说,就是说,啊,我们的这个,如果一个,呃,一个父母亲,啊, 他结婚了以后,生出来的小孩,那么他的父母亲,啊,在之前的一次婚姻中, 也有生,也有这个生小孩的话,啊,那么,他跟这个,这个同夫一母, 或是同母义父之间的,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来讲, 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,啊,这个社会来讲的话, 就不是我们,啊,过去里面,传统社会上的, 讲的这种,所谓的,长男,长女,这样子的排序,啊, 要根据父亲的这样概念,因为后来的子女,啊,他连,连姓氏都不见得是跟父亲的, 都可能是跟母亲的,又怎么可能会,啊,还要是与父亲前世婚姻的, 这个这个,这个序别,啊,作为考量,然后来接序的这种,来排序,啊, 而且,这样的需要获取是因为继承,但是在法律上来讲, 这个继承来讲,并不会,啊,根据,啊,根据,啊,这个序别不同,啊, 有什么不同,男女本身,而且,不管她是长女,是次子, 她的继承权是完全一样,所以呢,有这样一个, 序别的这样子一个,记载来讲,啊,可以说, 以现代社会来看,是完全没有用徒征困扰而已,啊, OK,了解了,谢谢。